民进党立委林楚音拍下国民党立委罗廷伟跟民众党立委黄国昌 31号在议场里有说有色 但此刻林楚音指控国民党正要偷渡提高罢免门槛的相关提案 说好的道德的长城政治的完人呢 十年之后的黄国昌只敢躲在民众党的不分区里面 跟国民党一起咆哮 尽管国民党最后把案子撤回 不过是要择日再战并没打算不修法 而这也让绿营找到攻击点 挖出2016年黄国昌质疑罢免门槛太高的相关提案 反问黄国昌挺不挺国民党 因为当时民进党的版本把同一票 从选区人口的二分之一下修到四分之一时 黄国昌认为还是太严 只要同一票高于不同意就好 你有去街头真的签过罢免连署书的人 你就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有多困难 当年埋怨民进党门槛修得不够低 但也因为该版本让黄国昌2017年免于被罢免 还好是民进党的罢免法救了黄国昌 要不然他就成为现在制度 第一个被罢免这样 面子会很难看 这一次的投票民众党不可以再事不关起 照理讲民众党甚至应该要全力的反对 黄国昌老师敢不敢出来打球 绿营趁机讨人情逼表态 对此黄国昌仅回应台湾民众党团 没有要推动搜法讨论 至于党主席的态度 明天早上还有都外 我们可以全心全力来讨论 一文演出不谈政治 只是不知科主席跟黄总招的态度 是否一致 TVBS新闻李不正确换柔台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